雪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北极熊妈妈 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庞大的食肉动物 它们的毛是白色而捎带淡黄色 但它的皮肤是黑色的 白色的毛发、黑色的皮肤 有助于吸收热量 这是保暖的好方法 布兰奇 我们等了这么久 在这里真的会拍到北极熊吗 一定会等到的 这里可是北极熊的活动区域 但是如果北极熊真的出现了 那我们可得小心一点 要知道它们可是非常厉害的 只要它那熊掌在人身上碰一下 人就像苍蝇似的被拍死 你放心好了 怎么说我也是猎人出身 隐藏自己可是我的强项 太棒了 北极熊来了 快把我的相机拿来 这头熊真是太漂亮了 你看它的皮毛 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好家伙 它个头真大 终于等到它了 布兰奇 快点拍照啊 它朝我们这里走过来了 稍等一下 我要给它拍一组最棒的镜头 要知道 这些照片 可是要给动物画报做封面的 如果真的被选上 那可是会得到一笔不少的稿费呢 那我们也别太冒险了 我们又没有带枪 你说什么 就算带了枪 我们也不能打它们 按照动物保护法 如果你伤害了它们的话 可是要判刑的 啊 是吗 那为什么还有北极熊的皮毛制品出售呢 而且价格还非常昂贵 那些都是一些不法商人 除高价 请猎人来猎杀北极熊的 所以 才会在黑市里面 有买卖北极熊毛制品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哎呀 布兰奇 你看 那头熊站起来了 这个镜头 真是太棒了 人类 这里有人类 刚才那个闪光是猎枪吗 哎 他看到我们 怎么转身就跑了 要知道 北极熊可是这里的霸主 难道他还怕我们 是的 前些年有很多拖猎的人 来这里猎杀北极熊 我想 这头熊一定是见过 手拿猎枪的猎人 所以才会有所顾虑的 嗯 这头北极熊 是一位母亲 他看到人类出现在这里后 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在那里 还有两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熊 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 妈妈回来了 今天妈妈回来的可真早啊 妈妈 你今天给我们带回来 什么好东西吃呢 孩子们 你们今后可不要乱跑了 我刚才在这里看到了人类 妈妈 人类比我们还大吗 他们很厉害吗 是啊妈妈 在这里大家都怕我们 难道人类不怕我们吗 人类原本并不强大 但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很厉害 可以轻易地杀死我们 所以你们一定不要让人类发现你们 嗯 小北极熊一天天地长大 它们的食量也是越来越大 因此 北极熊妈妈每天需要捕获大量的食物 来喂养它们并填饱自己的肚子 你们很快就能自己捕捉食物了 只是最近这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妈妈我还没吃饱哦 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吗 是啊妈妈我也没有吃饱哦 孩子们今天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再出去捕食有点来不及了 妈妈答应你们 明天一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食物 嗯妈妈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捕猎好不好 我也要去妈妈我也要跟你一起去 哈哈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吧 妈妈答应你们 等你们再长大一点 我就带你们一起去捕猎 嗯 布兰奇拍摄的北极熊照片 果然入选成为了杂志封面 你们知道吗 布兰奇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 那头北极熊真的非常大 也非常漂亮 它的毛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真是太美了 朋友 你真的见过这头熊吗 当然了 当时我就在旁边呢 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 哦 好吧 老实对你说吧 我是一位皮毛商人 有位客户出很多钱 要收购一张北极熊的毛皮 而照片上的这头大熊 非常符合我客户的要求 你能带我们去捕猎那头熊吗 那我也实话对你说吧 我就是一位猎人 如果我捕获到这头北极熊的话 你愿意出什么价钱来买 那真是太好了 你开个价吧 不过你可不能用猎枪啊 北极熊的皮毛如果被破坏了 那价值可就大打折扣了 你放心好了 我可以用下毒的肉耳来对付它 你这样做不怎么专业呀 要知道如果在他的血液里 检测出毒素的话 你可难逃法律的制裁呀 嗯 不能用枪又不能下毒 这可难办了 不会的 我告诉你一个好方法吧 你用竹条 削三只两头尖锐的竹弓 然后把负有弹性的竹弓 折成U型 插进新鲜的海豹肉里 然后冰冻起来 哦 我明白了 如果北极熊吞下了这块海豹肉的话 那海豹肉就会在他的肚子里渐渐融化 而肉里的竹弓顺势崩直 尖锐的两头将会刺破他的胃 这样一来 他就必死无疑了 而且身上也不会出现弹孔 血液里也无法检测出毒素 这真是太完美了 没错 就是这样的 有了这个方法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巴特按照皮毛商人提供的方法 冰冻了一块里面藏有尖锐竹片的海豹肉 他将这块肉丢在北极熊经常出没的冰原上 然后藏在冰堆后面等待着北极熊的到来 妈妈 我好饿啊 我们已经好多天没吃一顿饱饭了 是啊 妈妈 你赶快带我们一起出去找吃的吧 好吧 今天你们跟我一起出去找食物吧 最近这一袋的食物真是很匮乏 要想捕猎到一头 能让我们全家饱餐一顿的猎物 实在太难了 肚子好饿啊 怎么都找不到食物啊 妈妈 你看 那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块肉 妈妈 那里有一块肉耶 上次就是在这里看到了人类 这块肉会不会是人类布下的陷阱呢 妈妈 我们快过去看看 那是不是一块肉吧 我先过去看看 你们别过去 让我先去看一看 你们俩就躲在那个冰冻里 我没叫你们 你们可不能出来哦 好吧 妈妈 我们在那里等你 妈妈 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这的确是一块海豹肉 但这里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块海豹肉呢 真的有些奇怪 快吃掉它 吃掉它呀 冻得好硬啊 这种冻肉 孩子们 根本没有办法吃 饥饿的北极熊妈妈 一口 将那块冰冻的海豹肉 吞到了肚子里 吞下那块肉后 她坐了下来 想休息一下 来消化消化 肚子里的肉 太棒了 终于吃下去了 啊 有人类 躲在那里 就在这个时候 北极熊妈妈 突然感觉到肚子痛 揪心的痛 因为竹刺 已经从冰冻的海豹肉里头 融化开了 好痛 痛死我了 这是怎么回事 那块海豹肉里 究竟有什么 怎么样 北极熊 你的毛皮属于我了 这一次 我可发财了 痛啊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你快站起来啊 哦 还有两个小家伙 在那里啊 嘿嘿 今天运气可真好 搞不好 还能逮到一只活的呢 快走 快离开这里 妈妈 妈妈 听妈妈的话 快离开这里 还想跑 你们跑得了吗 天哪 他竟然还能站起来 不要 不要过来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啊 这头熊 怎么这么重 救命啊 巴特 被北极熊妈妈的身体 牢牢地压住 无法挣脱 半个小时后 这头北极熊妈妈 和巴特 一起被冻成了冰块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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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的亲情 是如此的伟大 即便到最后的那一刻 也是想要保护着 自己的小孩的 会看门的公鸡 阿佑家里养了很多鸡 但大多都是能够下蛋的母鸡 公鸡只有一只 因为它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阿佑非常喜欢这只公鸡 大公鸡 来吃玉米了 吃饱才会健康的 不会下蛋的家伙 为它有什么用 爸爸 你这是要做什么 天气马上就要变冷了 我要把这鸡窝修整一下 母鸡太冷的话 会不下蛋的 你给我离远点 这个窝 可不是给你准备的 是要给母鸡们休息用的 你这个不会下蛋 只会吃饭的家伙 给我离开远一点 大公鸡 不要害怕 到我这里来吃玉米吧 大公鸡 不用担心 不会有事的 吃吧 多吃点 当天晚上 便突如其来了一股寒流 气温降得很低 甚至连寒冬季节 都没这么冷过 母鸡们将鸡窝挤得满满的 只有那只大公鸡 留在了外面 冷了整整一夜 哎呀 好冷啊 今天怎么这么冷啊 昨天晚上的寒流 真是太厉害了 简直就像是 突然到了冬天一样 哎呀 大公鸡怎么在这里啊 怎么没有进去鸡窝呢 真是太糟糕了 这种天气它会冻伤的 哎呀 它的脑袋给冻伤了 这下要怎么办啊 不管那么多了 先把它抱回到屋子里 再说吧 就这样 阿佑和奶奶将这只冻伤的公鸡 抱进了屋子 家里人都围了上来 看着它那冻伤的脑袋 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好过来啊 大公鸡真是太可怜了 奶奶 我们一定要救救它 它都冻伤成这样了 还救什么 反正也活不了了 把它宰了算了 啊 爸爸 这只公鸡不会有事的 我们不能杀它 你看它这个样子 哪里像没事的样子 大公鸡 你快告诉爸爸 你没事的 快啊 他可真是一个机灵鬼 真是什么都懂啊 是啊 爸爸 你看 它叫得多响啊 它没事的 不要杀它了 即便它叫得响 又有什么用 看它头上的冻伤 那么严重 活不了几天的 不如趁现在 在老熬汤 吃起来还很新鲜呢 不理你了 我在外面工作了 可怜的大公鸡 我不想你被杀掉 熬汤的 大公鸡 过来 到我这里来 奶奶奶奶 你不会 真的要把这只大公鸡 给宰了吧 让它再多活几天 好吗 也许 它会好起来的 看看你这孩子 原来是个菩萨心肠啊 好吧 那就先不宰它了 或许它的冻伤 真的可能会好过来 来 阿佑 和奶奶一起抓住它 我们给它涂点药 这样可以让它 更快地恢复健康 奶奶 好的 阿佑 阿佑听后 高兴地去抓住了那只大公鸡 然后和奶奶一起 为它冻伤的脑袋涂上了药 大公鸡 很痛是吧 现在涂上药就没事了 你要撑住 别屈服 阿佑 阿佑 给大公鸡一些吃的吧 让它补充一下体力 这样对伤口愈合会有帮助的 大公鸡 吃吧 多吃一点 这样会更有营养 对伤口修复会很有帮助的 奶奶 大公鸡不吃东西 这下该怎么办呀 它冻伤的太严重了 现在疼痛 让它什么也吃不下去 那要怎么办呀 爸爸晚上回家后 一定会宰了它的 我们先把它放到 有火炉的房间里吧 那里暖和 或许暖暖的炉火 会让它的冻伤 好起来也说不定啊 嗯 那好吧 阿佑和奶奶 将这只冻伤的大公鸡 抱进了有火炉的房间 并用一些草垫子 给它铺了一个温暖的小窝 在小窝旁边 还放了一些黄米和一碗水 大公鸡 你一定要撑住哦 不能放弃的 这么冷的天 在户外就连铁管子都受不了 它为什么不躲进鸡窝里啊 奶奶 这只大公鸡非常善良的 鸡窝那么小 住不了那么多只鸡 它一定是为了 让那些母鸡都能住进去 而情愿自己留在外面受冻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可真是一只 了不起的公鸡啊 是的 它是一只了不起的公鸡 所以 我绝不能让爸爸杀掉它 爸爸 你回来了 今天是不是很累啊 赶快坐着休息一下吧 奶奶已经做好饭了 我这就去给你把饭端来 啊 阿佑可真是乖啊 我今天的确有点累了 来 我们一起吃饭吧 对了 那只大公鸡呢 我看那只大公鸡的冻伤并不严重 就把它放在屋子里暖和着呢 我想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好起来了 哎 干嘛这么麻烦照顾呢 大公鸡又不能下蛋 迟早要宰了炖汤 还不如现在杀掉了 更省事的 啊 爸爸 你今天忙 太累了 就不要杀它了 好吧 我今天实在没有力气收拾它了 就让它再多活一天吧 哦 太好了 大公鸡开始吃东西了 它会好起来的 一定会的 大公鸡 你多吃点 只有这样 你才能更快的好起来呢 哎呦 赶快回来睡觉了 奶奶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睡觉 大公鸡 我要去睡觉了 你也好好在这里休息吧 当天晚上 有一个小偷 趁着夜色 悄悄地摸进了 阿佑的家里 哈哈 这间屋子的门 竟然没有关 看来我今天的运气 真是太好了 今天真是幸运 这个房间里竟然没有人 他们家的钱财 会放在哪里呢 钱会不会都放在这个柜子呢 啊 不错嘛 这个抽屉里竟然有一些金手势 今天发财了 刚才是什么声音 难道是我的错觉 怎么回事 是谁 谁 谁在那里 啊 什么东西 哇 原来是一只公鸡啊 真是吓死我了 怎么回事 天亮了吗 哎呀 那只公鸡 疯了吗 三更半夜的 就开始打鸣了 明天 我一定要宰了它 怎么回事啊 今天公鸡 怎么这么快 就打鸣了 哎呀 你们就不应该 把那只大公鸡 关进屋子里 真是吵死人了 我这就去把他抓出来 扔到院子里去 爸爸 不要那样做 大公鸡已经冻伤了 如果再到院子里 过一夜的话 那他会冻死的 如果他在房间里 这么吵闹的话 那我会被他吵死的 哼 当阿佑的父亲 来到关公鸡的屋子 打开灯后 却一眼看到了那个 正准备从房间逃走的小偷 而大公鸡 像一位开门的将军一样 站在门口 挡住他的去路 啊 小偷 糟糕 被发现了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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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刷小偷 刷小偷啊 最终 在村民们的合力围堵下 这个小偷走投无路 只能束手就擒 当大家得知 是这个小偷 被阿佑家大公鸡灼伤后 才被逮捕的 更是非常吃惊 会看门的公鸡 我可是第一次看见呢 这只大公鸡 可真是太厉害了 是啊 公鸡到了晚上 那可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可是即便这样 他还能对付这个小偷 真是了不起啊 当然了 我们家的大公鸡 是最棒的 爸爸 这么棒的公鸡 你不会将它杀掉吧 啊 这只大公鸡 是我们家的英雄 我怎么会杀它呢 我们会一直养着它 让它帮我们开门呢 那我就放心了 几天后 大公鸡的动伤 彻底好了 阿佑一家人 还真的将它 养在屋子里 让它成为一只 开门的大公鸡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自古以来 有佛教 就有佛教的代表物 佛式 佛像 更有一种更圆满的 叫佛陀的色力塔 菩提塔 等等的佛塔 所以 我们要发愿 在各个地方 包括 尼岛 金门 澎湖 蓝宇 甚至有沙叶的地方 都应该来这边造佛塔 有灾难的地方 曾经发过灾难的地方 我们也应该要造佛的色力塔 佛塔 来消除 让那些灾难者得以超度 所以希望大家 顾持造塔的计划 阿弥陀佛 进除恶业的菩提圣福 累计资粮的立生法门 邀请您一同加入建造佛塔计划 顾持正号1965-8482 1965-8482 顾名中华印经协会 生命定是屏东东港中心 举办礼拜慈悲三杯水菜 护生 点灯 购水 继小萌生诗诗法会 恭请赞得法师领重 日期 1月18号星期六 上午9点 地点屏东坎顶园区 地址 屏东县坎顶乡明泉路 20-6号 点的电话 08-832-3727 08-832-3727 上午8点至8点半 于潮州火车站备有接驳车 访会现场被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生命定是基隆法王寺 举办传授八关灾戒 祭佛前大购 恭请战利法师主法 日期 1月19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 礼拜慈悲三杯水颤 祭护生 地点 基隆法王寺 地址 基隆市仁爱区 隆岸街198向四楼17号 联络电话 02-2423-9448 02-2423-9448 访会备有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输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作之善 必回身边 阿慧是一位心地特别善良的人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 但是他却非常热衷于帮助别人 甚至小动物遇到困难 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 哎呀 阿慧姐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你怎么在喂小黄鼠狼啊 这个小家伙的父母 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不测 他没有亲人照顾了 因为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已经饿得都没力气逃跑了 来 快吃 那你也不能救他 要知道 黄鼠狼可是杀死我们鸡的罪魁祸首 要是逮到了 打死他都不为过 可你却还拿鸡蛋来喂他 是啊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何必管这些偷鸡贼的死活呢 他们也是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会跑进村子里来偷鸡的 如果他们有吃的 也不会冒险跑到我们这里来的 更何况这个小家伙才出生没多久 他又有什么错呢 老婆 这些蛋是留给在外打工的儿子的 可你倒好 都拿来喂给这个畜生了 哼 哎呀 这个小东西还知道害怕呢 当然了 你们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 动物其实也都是通人性的 你对他好他知道 你对他不好 他也一样会记在心里的 好了小家伙 吃饱了就回家吧 如果你明天还找不到东西吃 就来找我 我给你吃的 阿蕙姐 你不会真的打算一直用蛋 将这只小黄鼠狼喂大吧 是啊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饿死啊 可是那些蛋不是要留给你儿子的吗 你不是常说 儿子在外打工 最喜欢吃你腌制的蛋 每年你都会准备一些留给儿子 现在你把蛋都喂给了小黄鼠狼 到时候你儿子要吃什么呢 不碍事的 我儿子要冬天才会回来 时间还早着呢 这只小黄鼠狼用不了多久就会长大 到那时候 它就会自己找食物 不需要我的蛋了 不管怎么说 阿蕙你的心肠真是好 我们村子里谁没接受过你的帮助呢 别说我们村子里的人了 现在就连周围山上的黄鼠狼 都受到你的帮助了 别提了 因为这些事情 我老公可是一直耿耿于怀 都还在生我气呢 阿蕙夜心向善 可是他的丈夫 却对他的这些行为非常的不满 尤其不喜欢他救助那只小黄鼠狼 你这是要做什么 你又打算拿蛋 喂那只小黄鼠狼吗 是啊 它那么小 还没办法独立生活 如果我不管他的话 他会饿死的 平日里我们都舍不得吃这些蛋 你现在可好了 将这些蛋都喂给了那个畜生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要是让我看到那家伙 我就把他抓来说